今晚到問你題目是擔不擔心北京收緊各項維港措施 觀眾可以用遙控器來投票 紅色非常擔心 綠色有一點點憂慮 藍色不擔心 黃色沒有想過 民調的結果會在明天的節目同大家一齊討論和分析 昨天就講到泛民應不應該用辭職公投爭取普選 贊成辭職公投有47% 可以考慮和反對辭職公投各有25% 但不適的判斷有3% 接近一半觀眾覺得應該這樣做 贊成辭職公投 如果你想做多一件事 我們市民都覺得你是否應該有些犧牲 加上可以考慮25其實都多 是呀47%加上25%差不多 七成幾 七成的話都不算是 我們激進吧 我們的觀眾 不是激進 那激不激進呢 都不只是這裏 其他的民調都有看出來 都覺得如果要爭取一件事 你想等大家 好過你叫人簽名 我就叫人簽名 不如來一個辭職之後再公投 不過叫誰辭職呢 是不是呢 叫泛民議員辭職 還是叫建制其中的議員辭職 建制派當然不會辭職 建制派當然不會辭職 建制派冷待沒有參與 但今次以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他們都應該 捲起衣服就落場 喂 對了辭職 不過這趟叫人辭職都幾大件事 因為這一個月我們看到很多年輕的市民出來 發出幾個聲音 即是對現在不僅是建制派的議員 就算泛民的議員 他們都覺得過往你的表現 是令人不滿意 已經開始有少少 即是說 就算你再出來選的話 我未必會選回來 所以昨天的觀眾打來就是說 叫泛民要想想先 千萬不要簽職 因為為什麼你辭職的話 你未必能選進去 是啊 這樣的話 如果這樣的想法 如果我選不去的話 如果真的 不是那些新進的 或者建制派出來 拿多幾個位置的話 用什麼就給你三分之二 就過得到 這個也是在策略上 大家要想想的 不過這個也是其中一種 叫做不合作運動 即是佔領行動裏面 其中一個項目 即是這個其中一項目 不過現在問題就是 建制今天都看到了 發展到31天了 到底 怎麼收課呢 應該要怎樣呢 這樣去爭取 即是繼續爭取 或者進退 其實一個運動 不是一定說 要一次過 就要立即成功 運動已經出來了 真的對市民 已經一個月有多的不便 真的很多 你幫我找不到好的東西 而我現在都 搞到我不行 分分鐘真的會 功都沒有 影響很重要 那個支持 可能本來都是對於這件事 市民對於支持 支持的 是的 但是如果影響多了 民怨多了 反而對這個運動的支持 可能會減少 所以很多智者都說 好不好現在收手 看看政府或者中央怎樣的反應 這樣如果它真的下來的話 聲音聽到了 下來的話 原來真的比你要的落差 太近一點的話 再來一次都不要緊 是的 沒錯 就是我覺得 這些是手法來的 是的 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是去討價還價 說真的不買 我走的 你起碼走幾步 人家才會叫回來 這樣才可以 如果不是屈就不行了 所以真的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 但是整件事情的發展 就是那個進退 就是 陳建文教授 他都說他回去教書 究竟 是 他都說不是理會 就是要靠學生的智慧去佔領者 是的 要得意識形態 應該要休息一休息 雖然說一鼓作氣大問題 供不到的話 你要回防 留一些實力 大家先想一想 先冷靜 再做到特工問題 我們先談到這裡 明天九段半鐘再見 拜拜